当第一个畸形怪胎嘶吼着冲上来的时候,阿加莎只是微微侧了一下身子,并在与敌人交错的瞬间用手杖清点那怪物的肢体,令其在火葬中瞬间燃烧,随后他又在那团苍白烈焰落地前抬起手杖向前一指,从火焰中引出一道刺眼的白线,令其坠入前方的路口,如流火蔓延搬去焚烧那些丑陋的怪物。 他在尽量避免让身体大幅度活动,以减轻疲惫和伤痛的影响,同时尽量避免和那些怪胎接触,以减轻精神方面的损耗,因为还不知道前方有多少杀不光的怪物在等着自己,他必须节省体力才行。 他并不抵触死亡,他知道自己这具躯体死亡之后仍可战斗,直至化作骨灰,那骨灰也将漂浮在这个被诅咒的地方,持续进化那些令人作呕的怪物。 他从来不惧怕这一切,但在拥抱死亡之前,他仍想调查清楚这里的真相,并尽可能地阻止那些异端的行动。 这一路上他遭到的袭击越来越频繁,那些畸形怪胎的行动越来越焦躁,这已经隐隐约约证明了一件事,他找的方向没错,这前面正是那些异端的老巢。 更多的黑色泥浆从附近的墙壁和拱顶上渗了出来,这里的每一道孔隙,每一个砖缝都是那些畸形之物诞生的温床,而由于地势的因素,这些艳品的出现方式开始变得更加诡异难缠起来。 一阵轻微的嘶嘶声从侧后方传来,阿加莎心中升起警罩,他感觉到身体因疲惫而迟缓,只能在关键时刻勉强扭转身体,以手中手杖回身格挡,伴随着肩膀上传来的一阵尖锐刺痛,他看到手杖中段迸发出一道耀眼的火星,一个身披黑衣,手中拿着守卫折手杖的身影随之被击飞出去。 那身影落在地上,又如某种令人作呕的软体动物般如动着爬了起来,他抬起头,黑色礼帽下是一张仿佛融化般缓缓流淌变形的面孔,在那可不得面容中,依稀可以辨别某些熟悉的轮廓。 下一秒,那流淌的面孔凝聚了,化作一个脸部线条轮廓分明的年轻人,他抬头看向阿加莎,脸上露出困惑的模样,对掌。 您怎么在这儿?阿加莎握着手杖的手指微微发白,眼神凝质了一秒钟。 几乎与此同时,他听到一个声音,那声音不知从何而来,仿佛是整个下水道都在共鸣,那声音在对他低语。 啊,你认出他了,当你还不是守门人的时候,你忠诚的副队长掩护你从黑暗中撤退。 你把他留在那了。 带他回去,如何? 阿加莎没有回应,只是沉默着上前,三步之后便化作一股灰风,随后那股风在年轻的守卫者面前骤停,凝聚。 待他的身影再度出现时,他手中那秉析致手杖已经深深刺入那黑衣守卫者的胸口。 年轻的黑衣守卫错愕地看着这一幕,仿佛不敢相信自己会死在自己深深信赖的队长手中,但突然间,他好像明白了什么,喉咙里发出轻声呢喃,原来已经结束了吗? 抱歉,很快就会结束。 阿加莎轻声说道,年轻的黑衣守卫慢慢低下头,笑了一声,队长,您终于掌握灰烬之风的力量了。 是的,练了很久。 阿加莎轻声说道,苍白的火焰在他眼前生疼,那黑衣守卫的身体在火葬中融化,崩解,化作一地黑尘。 果断,冷酷,很符合您作为死亡之神圣徒的身份。 那个令人厌恶的声音再一次回荡起来,阿加莎转过身,却看到更多的畸形怪胎正在成形,四面八方都有艳品朝自己涌来,那声音的主人显然不讲什么歧视精神,哪怕是在攻心之时,他也在不断指挥这些喽啰朝自己发起进攻。 火焰爆裂声,手杖回击声以及破空声在地下走廊中回响,阿加莎一边抵挡着畸形之物的袭击,一边沉声开口,这些小把戏只能激怒我,却不能拖延我的脚步。 相反,愤怒只能让我更快找到你们的藏身处,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双引号,确实如此,你生气了,看上去比刚才还凶,但是没关系,适当的情绪波动也很有必要。 守门人小姐,走廊中回荡的声音仿佛渐渐远去,阿加莎却心中移动,适当的情绪波动也很有必要。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然而这里已经没人能回答他的疑问,那声音的主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利用炮灰来不断削弱他的体力,拖延他的脚步,现在他已经离去了,这里留下来的,只有刚刚从周围墙壁上渗透出来的又一批怪物。 阿加莎眼神一宁,再次迎向自己的敌人。 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 一道绿色的火光骤然划破第二水路中的昏暗,鸽子爱依的身影从火焰中冲了出来,静止砸在邓肯肩膀上,一边使劲拍打翅膀一边发出尖锐过噪的喊叫声。 这突然窜出来的傻鸟以及他尖锐的喊叫把邓肯吓了一跳,甚至几乎吓掉了爱丽丝的脑袋。 已经在这干燥空旷的地下走廊中搜索半天的邓肯顿时瞪起眼睛,扭头看着自己肩膀上浑身冒火的鸽子精,你鬼叫什么? 爱依歪了歪脑袋,小眼睛直勾勾看着邓肯,表情严肃地点点头,我们的探机遭到攻击。 我们的探机遭到攻击,战况对我们太不利了,我们的战士正在与敌人交战。 爱丽丝扶着脑袋凑了过来,船长,爱依吃坏肚子了。 爱依扭头瞪了人偶一眼,伸出脖子在后者脑壳上啄了两下,发出咚咚的声音之后扯着嗓子嚷嚷,像话吗像话吗像话吗? 爱丽丝被啄得一声惊呼,抱着脑袋就跑。 邓肯却没有在意身边这点动静,他在听到爱依第二次嚷嚷之后脸色便已经严肃起来,紧接着便若有所思地看向了某个方向。 你们两个安静一下,几秒钟后,他突然打破沉默,神色格外凝重地看向了走廊另一侧的路口,爱依可能察觉了什么? 爱丽丝瞬间老实下来,并看向邓肯目光所在的方向。 是我留下的印记,是那个守门人,邓肯的声音响起,他已经向前方迈出脚步,他在这附近。 爱丽丝看着那个方向,紧接着突然睁大了眼睛。 啊,有线!人偶小姐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呼,紧接着便飞快地跑了过去,他甚至比邓肯速度还快,就像一个心急的孩子要急匆匆抓住一个即将飞跑的气球,他一溜小跑便到了路口附近,接着便跳起来去抓空气中某些看不见的事物。 邓肯只看到爱丽丝跑了过去,在前面蹦跳着去抓空气里的东西,而紧接着,他便仿佛隐隐约约看到了爱丽丝手中真的出现了什么事物。 一些白色的,近乎透明的,在空气中微微折射着环境光的线。 他快步走了过去,爱丽丝则转过头,脸上露出了愉快灿烂的笑容。 我抓到,人偶小姐愉快的笑容只持续了一瞬间,下一秒,他手中隐隐约约的线便突然开始破碎,断裂,并如同加速风化一般快速消散在空气中。 啊,爱丽丝惊呼起来,线断了。 但他的惊呼声话音未落,一个高大魁梧的身影便已经从旁快步走来,邓肯向着那断裂风化的线伸出手去,一段即将彻底消散的线头落入他手中。 瞬间,那线上便染了一层幽绿的火光。 邓肯慢慢转过头,他看着爱丽丝的眼睛,爱丽丝瞪大的眼睛中则倒映着一蹴跳跃的幽绿。 我抓到了。 邓肯轻生说道,一个畸形怪胎在苍白烈焰中化作灰烬,另一个畸形怪胎被手杖击碎了头颅,如软泥般瘫倒下来,阿加沙转动身体,手中的战斗手杖划破空气,狠狠地砸向最后一个还站在路口的敌人。 随后,他的动作猛然停了下来。 完全出于本能,完全没来得及思考,巨大的恐惧和震慑感便已经直接震住了他全部的心智,他甚至感觉自己的肌肉和骨骼都在那一瞬间发出了刺耳可怕的吱嘎声。 某种源自灵性直觉的强大力量,甚至可能是源自死亡之神巴托克的直接预警猛然遏制了他的动作。 他看到自己的手杖停了下来,停在那最后一个刚刚从泥浆中爬起来的燕品头颅旁边不到几毫米的位置。 他瞪大了眼睛,看着那个浑身由流淌泥浆形成的人形身影慢慢抬起头,其头颅位置逐渐凝聚出一双眼睛,有幽绿的火焰在那躯体表面燃烧起来,而一个低沉的嗓音则在火焰中劈啪作响。 阿加莎,需要帮助吗? 阿加莎